记者彭建里苗栗报道,西瓜进入产季,苗栗县后龙地区的沙制土壤,栽种出的西瓜姿味甜美,辖区苗栗县竹南景分局,为确保瓜农心血不被削小割到尾,成立护瓜防蟹维护小组,与农友合作,即日起加强巡逻, 受望护瓜防蟹维护小组由竹南景分局后龙,大山,外浦,南市等派出所警力联合组成,即日起,针对西瓜产地周边的台61线,126号线到苗11线,苗8线等产业道路路段实施巡逻,受望及盘查出警力外,警方也与农友建立通讯联系网络,与农友合作,日夜交互寻手, 结合警民团队力量,维护农民经济作物及财产安全,若遇紧急状况,也能及时处置,竹南景分局长陈鸿斌表示,后龙镇已沙地种植西瓜品质香甜,闻名全台,但也遭消效际予,近期西瓜已进入采收期,田间已可见瓜过街市累累,因此, 即由成立护瓜防卸维护小组,保障瓜农心血不被肖肖窃取,警方表示,过去也曾发生过肖小谎称故宫采收的情形,呼吁民众如发现陌生人车在花田周边徘徊,请尽速通知当地派出所或拨打110报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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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110报道